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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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回到第二節的問答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 換了在高級分析員 Herry 你好 馬上開始了 這次的十分鐘的問答環節 先跟進就是電郵方面的問題 有甚麼叫冤拼的朋友 想問兩隻股份 分別是3311和1359 先說3311 家庭觀眾仍在12.2有貨 現時做11.18元 暫時跌超過百分之一 中國建築國際 家庭觀眾暫時捱價 捱差不多是一元的價錢 見到最近股價走勢 不復來說都是向下的形勢 家庭觀眾應該怎樣看 應該做甚麼部署 Herry 3311就是另類的基建股 為甚麼另類呢 就是它做房地產的基建 因為它是中海外旗下的一個基建公司 所以最近房地產市場做得不太好 對於它的股價表現就不太好 你看到11.16元 其實跟家庭觀眾買的價錢 我覺得不是差那麼遠 所以不需要這麼快止蝕住 不如等一會 始終我都有少少憧憬 或者稀奇 對於房地產市場 12月份的數字都應該不會太差 會托起股價 所以不妨等多一會 如果純粹計算風險措施去計算的話 你不會看到大成交 特別跌穿10.8元這些位置 你不需要止蝕住 另外說完中國建築國際之後 說一下中國信達1359 家庭觀眾都有貨價 4.12元買了 現時股價最近3.67元 跌超過1% 換言之家庭觀眾同樣都在吃錢 最近這隻股份跟內銀方面的走勢 其實都好似 高收高之後 就有急速的回落 其實很多投資者 將這隻股份好像是對沖內銀去賣 暫時來說 應該怎樣看這隻股份呢 最近的走勢跟內銀差不多 如果你說本身的走勢跟內銀差不多 就很明顯見到 對沖內銀這個terms 就不太成立 所以1359其實是比較糟糕的 裡面就有資產重組 如果你說資產重組的話 它收一些爛資產回來 然後叫做好看 然後賣出去 當中見到 其實如果你說可重組的資產裡面 有房地產 有一些交通基建 有一些煤礦 房地產佔了它的資產重組 就有一半以上的百分比 所以就是說 剛才我們說到房地產 就是它買一些爛樓回來 它重組出去 都不可以賣到那麼多錢 所以股價又倒下來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說吵架一些呢 就是說 其實它計算房地產市場 和股價表現 都有一定的敏感度 所以我的憧憬 都會做好些 看看會不會這一陣 倒下來之後 在大概三個半這些位置 有些支持力回到 始終是支持那些橫行區間 所以家人觀眾 你email來問 你先前較為高位買了的話 就不妨等一等 我覺得有機會 會回到四元的 這些位置來看 才想想走不走 好啊 跟進完那小時的順達之後 不如順便跟進了 就是中資金融股 內銀方面的最新表現 先看看整個版塊表現 見到建行方面 跌5仙 跌5.95 工商銀行 5.02跌7仙 中國銀行 4.08仙跌3仙 農業銀行 3.65 跌5仙 交通銀行 6.55跌3仙 照相銀行 繼續都是要向下 跌幅更加超過3% 增加16.52 中信銀行 5.66跌9仙 民生銀行 8.78跌2仙 重銀行 4.58跌4仙 至於關大銀行 稍為有得升 微升1仙 增加4.28仙 Area 可以跟你稍為跟進 內銀股方面的表現 之前你說跟隨A股 衝高走強 中資內銀股 走勢比較好 但見到市匯 這些板塊 可以手當其衝 對於馬上活得比較急 如果真的投資這個板塊 現時可以做什麼部署 如果你說先前較高的位置 買了內銀 大家都在衝敬貨幣政策 其實這一陣來講 可能會弱一點 短線就是在年底之前 我始終都會衝敬 在中央貨幣政策方面 會做得比較鬆一點 托氣一點 經濟的表現 但是是短線的 特別是市場上個星期 一直在衝敬 減存款準備金率 最後沒有做到 其實這個衝敬 也會繼續徘徊在市場裏面 看看本身今個月 即至到 預下不是很多時間 一兩個星期的交易日 看看會不會真的做 如果你說真的沒有做到 去到明年初的時候 整件事就可能完全的故事已經不同了 因為如果你說看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裡面的一些內容 貨幣政策是一個比較 他們都覺得很謹慎 才會做一個刺激經濟政策的做事 主要都是用一個財政政策去做 所以對於內銀來說 如果你說家庭觀眾 你較高位置買了的話 你等多一半 你等到這半個月的表現 如果完全沒有政策推出的話 那你要想一下 可能在那個本身 你自己持貨的份量上來講 要減一減磅 所以內銀來說 就很單體一個因素 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那個貨幣政策在鬆逾緊 暫時去看 至於那些本身的盈利增長 又或者是整體上面那些 內銀的息差上來講 其實大家暫時不理 觀眾可以簡單一點 看看貨幣政策 每個星期二、星期四 做那些證盈回購 又或者是究竟 什麼時候會再出購減 這個存款準備金率的消息 就會有一個炒作 是的 這些相關的股份 都會隨著國策方面的方向 而有波動 在大家留意相關的新聞 接著跟進下一個的電郵 講講就是 Wai Chi Choi的這位朋友 他想問就是 中港核美額 編號就是181日 他想問這隻股份 能不能夠買入 前景如何 如果買的話 應該什麼位賣 和設止洩位在哪裡 中港核美額 見到最近股價走勢 都是向下居多 現時來說 正在2.01元 跌近百分之二 其實最近也有不少 消息說到相關的資金 都可能會走去 中港核電 令這隻新股到181.6元 見到也跟進了 相關的姐妹公司 現在來說 181.6元 正在3.52元 都跌兩仙 嘉寧觀眾 想買181.11 中港核美額 你又建不建議 如果是建議的話 整個部署要怎樣做 如果你說中港核美額來說 現階段 我會覺得 資金不會太過熱衷於這隻股份 始終Mac也有說到 就是他母公司 中港核也上了市 以業務的獨特性來說 中港核美額做一些清潔能源 風電那種的可再生能源發電 其實市場上有很多選擇 你計算大唐新能源 華能新能源這些股份 都是做這類別的業務 所以你給我一筆錢的話 我都會試一試中港核 就不是中港核美額的 所以你單看股值上面來說 或者資金的吸引程度上面來說 我會覺得有機會 半身股學生已經炒完了 所以我不建議現在買入的 尤其是市場 很多不明浪因素 做得比較弱一點 所以你問我的話 如果你想試的話 看看他會不會穿過腳這些位置 搏小煮搏兩個一反彈 但是你計算業務的獨特性 或者是如果市場上看基本因素 第一份業績出來 大家才會再定斷 好,不如跟你跟進 中港核電力方面的股價表現 雖然看到這一刻 要回超過0.5% 但始終在招股價樓上 波幅來說 暫時升幅的波幅來說 都不少 招股價2.7.6.8 其實不少分析都看好這股份 接下來中長線去到持有 Herry,你怎樣看這股份 會不會依然比較樂觀 如果再上的動力 就不一定有著 因為市場是一般的 而且有部份錢 過了去抽筆器 抽一下猛達 所以家庭觀眾 如果你是中長線持有 可以暫時先保持它 尤其是 我會覺得 接下來很快 就會進行一些 賣股權的動作 始終都是成功雜誌 對於股價來說 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所以 中港核來說 始終是全球唯一一種 做這些核電 所以我會覺得 股價表現上來說 都會偏強 好,謝謝你 Herry 詳重的分析 這節時間差不多 最後跟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有哪一種持有 沒有的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五間總結的環節